請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是錄影的,你不介意嗎? 我不介意 那就好了 我來發問第一個問題,好嗎? 其實監製是甚麼工作? 教授,這個問題有水準 很多人都想試監製做甚麼 如果你想知道監製做甚麼時 首先要搞清楚 監製在電影製作中是負責甚麼崗位 教授,我可否問你一個醫學上的問題? 好 你知不知道膠毛是甚麼嗎? 甚麼毛? 膠毛 我們有些同學在這裡 同學 是嗎? 不好意思 差點忘記了有女生 是嗎? 我問清楚 你知不知道陰毛是我們做甚麼嗎? 你沒理由不知道 陰毛很奇怪 生得醜又容易脫 偶然說著它又會醜 如果你選港者、亞者 你去到泳衣環節就慘了 因為它可能會冰分紀錄 這樣拆出來 唉,很尷尬 但為甚麼這麼噁心的東西都有存在的價值呢? 有 在發生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身體和身體是會發生碰撞 有碰撞就會有磨擦 陰毛在這時就發揮最大的功效 用來緩衝這種磨擦 你試試剃掉它 下次到你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和電影監製 負責緩衝人與人之間 崗位和崗位之間的磨擦 普通的電影監製 即是等於兩三條陰毛 一個好的電影監製 就是一扎陰毛 那是否我爸爸媽媽 供我讀四年 其實是學習如何做一扎陰毛 正確 也不是的,不止的 你還有一張櫃子的 是的,有一張櫃子的 那我們進入主題吧 我一直都在主題裡面 才是一扎陰毛 是一扎陰毛 所以只剃掉 很多冰毛 你怎麼說